HELLO 大家好 我是MING的 幾家歡樂幾家愁 又到了1月一起的營收月報時間 另外提一下 本身參考排行跟營收數據的平台 在台灣的部分依舊有奇妙的落差 但我這次就沒有手動微調了 所以按慣例參考趨勢即可 那就開始吧 MING PAO TORONTO All I want All I want Me and you Being back with you Being so long Oh, been so long Why you keepin' me waitin' All I want All I want Being you Being you Being so long Oh, been so long Why you keepin' me waitin' Lose cross me Me and you Me and you Lose cross me Me and you Me and you All I want All I want Being you Being you Being so long Oh, been so long Why you keepin' me waitin' Lose cross me Me and you Me and you Lose cross me Lose cross me Lose cross me Me and you Me and you Music 特別帶 Hele E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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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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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来点杂谈闲料吧 4399的孤勇者传说 持续发力中 虽然目前看起来很好 但4399家游戏一直都是那样 从过去到现在 也上限过百来款了 但实际活下来的可能不到两成 靠广告打一波热潮后 看这款不行了 就换个皮 再来一波 除非你像我这么无聊 会到处去翻查资料 不然这厂商名字 总是换来换去 就算上次被他骗过一次想要避坑 下次可能还是会因为他换了名字 再被骗一次 而且过去在韩国也因为广告诈欺 美术侵权 病毒行销等 导致口碑跟形象不佳 近期比较有名的就是2022年 文明与征服在韩国推出的时候 把韩国的历史人物归属成中国 而被玩家炎上 虽然出事的当下 也是来个光束切割 推给广告公司 但还是让营收 惨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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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现在也是要死不死 像之前碟子旗下的闪腰暖暖 也因为文化归属的韩服事件 10月29号才刚上线 10月5号就说再见 当时在舆论发酵下 韩国官员还因此提出相关政策 想要针对这些海外厂商 但后来也是不了了之啦 不然现在也不会是这样 所以也不知道4399是为了摆脱负面的标签 还是因为韩国在19年后有规定 只要营收超过500亿韩元的公司 都必须接受第三方审查财务状况 所以出于商业上的考量 4399后来都是以其他公司来当马甲 而根据在韩国可以查到的财报资料 账面上4399有不错的高营收 但利润却非常低 还有一笔类似以专利名目 要缴回中国的费用 这点也被很多人提出质疑 另外如果把4399跟NCsoft来做对比的话 前者是把营收的事成都拿去打广告了 后者主要都是用在人事跟开发游戏上 当然如果NCsoft把人事成本 砍的跟4399差不多的话 再加入AI跟搞廉价换皮 大概营收也能翻倍吧 但代价就是 以后未来可能就只能生产小游戏了 毕竟也不需要太多技术人才 另外去年新闻有提到 韩国那些大群游戏公司 除了NCsoft以外 其他都是尽可能降低行销成本 从这边也可以看出不同厂商对游戏的态度 他们与其说是游戏公司 不如称他们为行销公司吧 就像我之前常听到的路珠啊 意亨之类的 而且从之前关于4399的专访也可以窥见 他们除了有效利用市场大数据 精准打击目标用户以外 Google为了更好的卖广告 也会协助他们 而且透过KOL带货 也是这几年的趋势了 甚至在向下寻找第二第三线的网红 有时候这个效果 甚至比单压艺人更有效且实惠 外加向下抖音的影响力在增长 形成新的资讯减防 所以看起来是用户在主动选择游戏 殊不知只是走进厂商圈好的韭菜田 甚至像什么碰瓷啊 侵权虚假广告 也是故意而为之啊 因为不见的人人都会反感 说不定还会对此感到兴趣 所以我之前才会说 像放火啊或其他人 被言上真的只是单纯运气不好 实际上更烂更糟的 一抓一大把 然后很多人留言都会说 为何这些厂商可以这样 割了又割了再割 我过去也是被这类游戏捆绑过啦 所以如果你曾经也是受害者之一 大概也会能理解一二啦 除了舍不下那些已经投入的沉默成本外 真的就是图个花钱买爽快的体验 毕竟人或多或少都有攀比跟虚荣心 要从被游戏玩走向玩游戏 只能靠自己醒来啊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